他是李世民的心腹,只因一件事结怨武则天,结局凄惨。 今天我们讲的这位属于悲剧人物,虽然他在书法艺术上贡献不小卓有成就, 但可惜在仕途上一不小心当了出头鸟, 作为李世民的心腹,只因一件事结怨武则天被记仇的武则天, 打压了一辈子,甚至罪己子孙,他就是博学多才精通, 文史的河南老乡储粮储粮储粮,在艺术上的造诣, 可谓独具个人魅力被唐人书评欲为,自理今生。 唐尖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,但这样一位艺术家怎么就得对了武皇呢? 还被武皇记恨了一辈子,甚至被评为武则天最痛恨的说法家, 这其中的因有,令人唏嘘又不禁令人胆颤最初, 在李世民还是秦王的时候,就特别礼遇储粮等, 李世民称帝后特意储粮,梁书任居郎一旨, 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。 后来有兼职建议答复,可以说在李世民称帝期间, 也是储粮粮的光辉岁月, 他的人生转折点是在六百五十五年, 在是否逆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, 储粮粮与令义为元老众臣长孙无忌, 强烈反对费处王皇后侧逆武士为后, 所以立意是这场悲剧的根本原因, 虽然武昭仪和唐高宗李治做了大量群众的打电工作, 却遇到了储粮粮这个一根筋, 不仅泼冷水还直指武士是唐太宗的破血, 人人皆知, 怎可立后这下唐高宗李治脸对了更可怕的是, 得罪了不能得罪的女人, 这估计也是他这辈子最后毁的是了枪打猪头鸟储粮的悲惨人生, 就此开始, 不仅被赶出朝廷环被贬潭州之后, 又被贬去广西一个穷乡僻壤, 最惨的是晚年的时候, 又被贬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。